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呢是2017年了 那2017年的這個Line8又有一些變更 所以我們再來詳細的說明一下他的方案介紹又分成哪幾種 那如果你之前沒有接觸過Line8的話呢 那你可以從這個影片開始去認識Line8 以前的影片可以不要理他了 那目前他一樣有分為一般帳號跟認證帳號 顏色這個盾牌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看到Line8把它打開 點一下他的人頭啊 你去看一下點到他的頭像去看一下 他底下會有個盾牌的顏色 如果是一般帳號就是灰色 認證帳號就是這個藍色 那什麼叫認證帳號呢 就是你必須要申請公司行號 然後呢要提交你的公司行號的一些 譬如說引力事業登記的證明 還有公司的照片 還有你的名片 還有你的證明你在這個公司上班等等 這些資料他會 一旦你去申請認證的時候 他就會要求你寄E-mail 把剛剛我講的那些東西寄給他 驗證過不過是由他們官方 Line的官方去決定的 所以他如果說你不能過 你就是不能過 認證帳號跟一般帳號 等一下會有些不同 我們再說明一下認證帳號有哪些好處 好那申請資格呢 就是一般帳號的話呢 他是每一種人都可以 每一種人像這個個人 團體法人通通都可以 然後他這邊有列出來 不能申請認證帳號的 法人團體或個人有哪些呢 這邊有寫 你沒有公司沒有商業登記 沒有主管機關核發的許可證的 法人團體個人都不可以申請認證帳號 那你提供的設立登記內容和項目 與實際經營內容不符合的法人團體個人 也不能申請認證帳號 讀博娛樂業的團體個人 不能申請認證帳號 無法提出採用與宗教相關名稱為 營運證明的法人團體個人 不能申請認證帳號 販賣高度使用於犯罪之餘 有高度殺傷力的商品 不可以申請認證帳號 以招攬信貸信用貸款 期貨交易 招攬外幣交易 或招攬不動產投資為業的 法人團體個人 不可以申請認證帳號 但是銀行跟證券公司除外 那以個人特定職業虛擬人物 知名人士等名義申請的團體個人 不可以申請認證帳號 提供以自我啟發 啟發研討會 提高自身潛在技術 能力等目的之商品 法人團體個人 不能可以申請認證帳號 其餘LINE官方認定 不適合使用認證帳號是法人團體個人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個 LINE官方認定不適合使用認證帳號 只要他說了算 他說不行 你就是不行 沒有理由 也沒辦法申訴 不得使用任何帳號者的人有哪些呢 傳職業 誘騙會員購買商品 誘騙求資者購買商品 等之金字塔傳銷之多層次傳銷之相關或類似或有類似之餘的法人團體個人 這個是連一般帳號也不能申請 看好了 連一般帳號也不可以申請 剛剛上面這個是指不能申請認證帳號 這個是連一般帳號都不能申請 就是你不能用LINEAT就對了 第二個 泰國瑜色情護膚 牛郎店酒店性感酒吧這些 成人用品 成人影片銷售等成人相關的 違法 這個不用講了 違法不當買賣中介獲選其他 這個違法的不行 構成助長藥物之兇器 藥物或兇器之買賣中介 像這種非法的東西當然是不行 從事以通靈為名榨財或有從事之餘 榨財重點是在榨財 然後從事缺乏社會相當性之宗教活動 他可能就是一些奇怪的異教 然後違法 違反醫師法 藥師法 美容師法 商品標示法等法律 違法的 違法三 違害善良風俗的行為不行 銷售電子煙貨周邊商品的法人 這不行 注意 銷售LINE的貼圖 主題的法人 團體個人 不可以申請 一般帳號也不可以申請 所以你要賣LINE貼圖 不可以申請 不可以申請 一般帳號就開始賣LINE的貼圖 因為這個違反到 我覺得 違反到他們LINE官方的利益 所以不行 其於LINE官方 重點就是這個 他說不行就是不行 OK 方案的介紹 這個方案介紹跟以前又不太一樣 我說以前是在2015年跟2016年的方案 你的LINE AT 帳號沒有開啟Messenger API功能 什麼叫Messenger API呢 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有工程師自己會寫這個軟體的話 你可以去寫這個LINE AT的外掛軟體 LINE AT的外掛軟體 就必須是從你自己寫一個網站的平台 然後去操作這個LINE AT的其他功能 譬如說我要依照某些對象去做群發訊息 我可以自己分類我的LINE AT的好友 自己手動分類 這個就是你自己會寫這個API的時候 自己會寫這個軟體的時候 寫程式的人 如果你不是買這個API功能的 那你就可以用這些 這幾個版本 那如果你自己是已經有買API功能的 這個一般人用不到 除非你們是會開發軟體的人 你才用得到 所以這一條其實你暫時可以不要管它 好 那每個月的群發訊息量1000則以下 主頁發文10則以下 你可以用免費版 也就是說LINE AT申請免費版 就是你每個月都不需要付費的狀態下 你只能夠發送1000則訊息 所以如果你有1000個人 這個月你就只能發一次的意思 因為1000個人乘以1就是等於1000 就表示你超過1000了 不能夠再發了 那主頁10則以下 主頁就是那個動態消息 就是主頁 然後你的每個月的群發訊息 需求量比較高的話 可以你帳號的有效好友 升級成入門版就是要錢了 進階版或者是專業版 來發布更多訊息給好友 好 下面這邊就有介紹的錢 多少錢 那你的LINE AT的帳號已經開啟了 這個API功能的話 你就可以依據使用API的需求 以及有效好友的人數 來選購免費版 入門版 進階版 專業版 www API的版本 這API的版本 如果你只希望你使用Relay API 可依據您群發訊息 按動態消息的需求購買 免費版或入門版就可以了 如果你希望同時使用Relay API跟Push API 那你就依照你的LINE AT有效好友人數 選擇進階版API 目前我們沒有API的需求 所以這個就先不講 另外 不論你使用哪一種方案 你都可以選擇是否購買專屬的ID 指定一組特定ID作為你的LINE的ID 好 應該說LINE AT的ID 因為私人的LINE AT跟LINE AT都有ID 私人的LINE AT是一串英文數字 你自己去取名的 不用花錢 可是LINE AT的ID 前面一定會有個小小數的符號 然後必須花錢 好花多少錢 等一下看 一年七九八 好這邊先講 免費版 免費版的權限就是有 每個月 免費版每個月不用花錢 但是你的有效好友人數就是 雖然沒有上限 但是你沒有辦法群發 只要超過一千人 就沒有辦法群發 只要超過一千人的話 有效好友超過一千人 你完全沒有辦法群發 他不會跟你挑什麼 前一千個就收到訊息 沒有 沒這回事 只要你超過一千個人 你一定要使用入門版 我現在是用入門版 每個月七百九十八塊 然後我的有效好友上限是兩萬人 有效好友就是 追蹤者 檢調 封鎖者 剩下來的就是有效好友 所以這有效好友可以 可以收到訊息 然後每個月群發訊息沒有上限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千個人 你要發一千次也可以 一千個人你要發十次 就等於一萬個訊息了 那一千個人發一百次 就等於十萬個訊息了 所以十萬個訊息 他也沒有限制你 那像這個免費版 你只能發一千個訊息 那這個無上限 所以你只要負七百九十八 只要你的有效好友好友 兩萬人以內 你一天要發好幾次也沒關係 但是 當然如果你發太多次 你就會被封鎖 所以沒有人這樣做 好 主頁投稿數也沒有上限 然後 管理後台 Line的APP 也就是手機版 可以使用 打圈 網頁後台也可以使用 打圈 群發打圈是可以的 宣傳頁面 優惠券等等 打圈是可以的 一對一聊天是可以的 行動官網是有的 調查功能是有的 Line幾點卡有的 數據資料庫有的 圖文訊息 你發你花七九八 就會有這個圖文訊息 就是那個滿版大圖 的群發訊息 那免費版當然就沒有 免費版沒有 分眾推播 OK 注意囉 這是以前沒有的新功能 分眾推播呢 七九八每個月 沒有這個功能 分眾 分什麼眾 分年齡 地區 還有什麼時候加入的 Line好友 這幾個 然後 relate API 是有的 然後push API 是沒有的 push API一定要買那個 push API的版本才有 這個 這個API就是寫程式的 的那個功能 那relate API是不用寫程式的功能 那等一下會告訴你 什麼叫relate API 什麼叫push API 好 再來看到 這個 進階版1888 有效號上限是五萬人 然後其他條件都差不多 主要插在這邊 可以分眾訊息推播 也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我剛剛講的 分眾訊息推播功能 你就一定要到這一個 這個版本 1888 每個月1888 所以這個就已經有點點貴了 進階版API 之前沒有這個版本 後來才多了這個版本 就是進階版API 跟專業版API 所以如果你會寫軟體 會寫程式 會去借接他的API的人 你可以去使用這個API功能 它就比較進階的功能 可以去使用 這個在官方網站裡面都有 那我大概講解 跟之前最大不同就是 它多了這個進階版API 跟專業版API的功能 所以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分眾推播訊息 這個功能 這個我覺得這個 看狀況 不見得需要 我個人呢 我個人有沒有買 沒有 我個人沒有買 好 好 然後你是我學員的話 可以再進階的問我 然後 為什麼我沒有買這樣 好 然後這邊有講 開啟LINEAPI之後 將無法關閉 所以 如果你有買那個 1888的方案 你一開啟的話 它沒辦法關閉 也無法再使用LINE AT 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就是那個 手機版APP的意思 還有一對一的功能 也不能用 也不能用 所以開啟前 請再三確認 如果你要這個 Message API的話 你就不可以使用手機版 去操作你的LINE AT 也不可以使用 跟客戶一對一的功能 所以 這是我不買這個 API版本的其中一個原因 好 然後 你 其實這個Message API 是說 在什麼狀況下 你會去開發這種程式 在你的好友數 真的好幾萬人的時候 好幾萬人的時候 你才會比較會用這個 因為好幾萬人 你可能不方便跟他們一對一了 所以你可能也不需要一對一了 你也很難用手機去做管理了 你應該都是用在電腦上面做管理的 因為好幾萬人 因為這個Message API 你可以寫一些互動 機器人的互動 用機器人跟對方 互問互答的方式 去回訊 回訊息 好 若確認開啟本功能 請點擊查看操作方式 點擊一下看一下好了 好 Message API是什麼 這個官方網站 Line add的官方網站 有 Line有三大特色 可以群組聊天 可以群組聊天 可以全新的訊息格式 讓訊息的遞送更全面 看一下 可以像長的像這樣子 他的訊息可以像這樣子 這個是一般的Line add沒有的功能 所以這個是會寫程式的話 可以做到這樣子 可以非常的幾乎全自動化 提供Relay API跟Push API 大概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Push API 什麼叫Relay API 這個Push API就是由Line的機器人 傳送訊息給用戶 Line的機器人 那Relay API就是Line的用戶 要先傳送訊息給機器人 然後機器人 根據他的那個關鍵字 自動回覆訊息給Line的用戶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Push API是一定要花錢的 它有這個Push API的功能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群發訊息給Line的用戶 而且可以分眾去自己手動挑選 你要的族群去分眾群發 這邊有更多的那個介紹 關於這個Message API 然後呢 再看一下 假設你看有效好友人數八萬人 最多只有八萬 最多只有八萬 意味著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你的有效好友人數超過八萬了 你怎麼辦 超過八萬的話 基本上你買了專業版 你買了專業版 也沒有在也沒有辦法再群發訊息了 因為它強迫你 超過八萬的人必須去申請 綠色盾牌的Line官方帳號 你有看過一些歌星藝人 他們是綠色盾牌的 我們回到最上面看一下 Line at 藍色盾牌 認證帳號是藍色盾牌 頂多只能夠到八萬人 一般帳號 灰色盾牌也是一樣 頂多到八萬人 超過八萬個有效好友 拍謝 他要你付更多的錢 去他們 跟私訊給他們公司 轉換成這個 他們會勸你 轉換成綠色的官方帳號 Line官方帳號 OK 那多少錢 一年破百萬 不用講了 一年破百萬 然後 這邊有跟你解釋 群發訊息的折數計算 發送當下總有效好友人數 去乘以訊息的發送次數 以對話框的數目 什麼叫以對話框的數目 就是說你今天發群發的時候 你這個群發的內容有對話 有圖片 那他就算兩個訊息 所以如果你要發給100個人 就必須乘以2 就變200個訊息 不是100個訊息而已 你發100個人 可是你的對話裡面有文字 又有圖片 那就算兩個訊息 去乘以100個人 就變成200折訊息 是這樣算的 所以 所以你的入門版798 如果你不買的話 你要免費版 那你假設你只有500個好友 可是你的訊息裡面又有文字又有圖片 那你就發一次給500人 那1000折的quota就已經用完了 就這個意思 所以為什麼我一定要買入門版798塊每個月 因為我現在的好友數已經破萬人了 所以隨便一發早就超過了 只要你破千人一定要買了啦 沒有第二句話了 好 那如果說你的LINE AD的帳號答各方案的有效好友上限的時候 譬如說 2萬人 我的798塊上限有效好友是2萬人 我超過2萬人怎麼辦 這樣無法使用群發訊息 無法使用 舉例 你如果購買入門版帳號有效好友超過2萬人 我就是這樣 我是購買798 但是我現在還沒超過2萬人 那此帳號人可以持續使用動態消息 還有1對1等其他功能 顧客也可以加入帳號成為好友 但是無法群發 無法發送群發訊息 一定要怎樣 升級到進階版 再發送群發訊息 超過2萬人的話 你的有效好友 如果超過2萬人的話 你就一定要升級成5萬人版本的每個月1888 這個意思 好了解 好然後這邊要注意的是 你從免費版本升級成付費版本 你要買入門或進階或專案版本都可以 方案的有效期限是每個月1號到月底30號或31號 並將於次月自動續約自動扣款 所以你不要在每個月的 假設你現在已經28號了 你說啊那我買 結果你28號買了付款了 那隔月的1號會再扣款一次喔 所以我會鼓勵你 如果你真的要付費版的話呢 你在當月的1號再購買就可以了 再付費就可以了 不要在28號不要在25號 那個太浪費了 因為他隔月的1號還是會扣款 因為他就是固定在每個月1號扣款 自動扣款喔 那如果你要降級推廣方案的話呢 你可以到後來停止自動續約 原當月購買的方案 人可使用到當月的月底 那系統將於次月降級為免費版 如果你節約的話 但是你必須手動去停止自動續約喔 你如果沒有手動去停止的話 他每個月還是會固定扣款 因為你在購買的當下 已經把信用卡資料填進去了 他就會綁住你這張信用卡 所以每個月1號的時候 他會自動扣你的信用卡 然後自動扣款的時間 及群發訊息折數 重新計算的時間 以日本時間為主 詳細扣款方式 所以OK好 大概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專屬ID 專屬ID就是一般ID的話 就是一堆亂碼 格式就是小小鼠再加上 數字三位數的英文字母 跟四位數的阿拉伯數字 還有一位數的英文字母 隨機的就好像這樣子 感覺很像亂七八糟的亂碼 不好記 所以如果你要好記的話 你可以自己指定 小小鼠然後後面是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數字加英文都可以 或者是像這樣有底線是OK的 或者是點 或者是底線 或者是dash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第一年要負798 第二年開始398 這是專屬ID他要賺的 他要賺的 然後取得方式 然後呢 支付專屬ID的費用 就可以自己命名取得啦 注意 如果你跟別人重複的話 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如果跟別人重複 沒辦法使用 這很合理 所以跟網域一樣 跟網址一樣 要很強的 如果你要你要 譬如說 我有一個是小老鼠 very good 這個ID 那如果我註冊了 這個很好記嘛 對不對 跟網址很像 你注冊之後別人就沒有辦法跟你用重複的ID了 然後費用呢 就是以年為計算 付款方式和支付推款方案的方式是一樣的 一樣是綁定信用卡的 好 那認證帳號 跟一般帳號 最大的差別是在於說 有認證過的帳號 他才可以取得 一般帳號的基本功能之外呢 他還可以進行什麼 官方帳號的列表 LINE AT的列表 LINE好友的列表 同時也會顯示 已認證的藍色標示 簡單講就是說 你一般人在使用LINE的時候 如果你告訴他你的LINE的那個 譬如說 我的是牛奶爸 網路行銷八點檔 好 你去搜尋 牛奶爸三個字 找不到我 為什麼 因為我的是一般帳號灰色的 可是如果你去搜尋 如果你去搜尋 升潔科技 就是我的那個 我的 我的 有認證過的帳號 我公司的 升潔科技 四個字 你可以找到我的 這一個 有認證過的 這一個LINE AT帳號 這個就是好處 有認證過的好處 跟沒認證過的就是 主要是插在 被搜尋 能不能被搜尋到 那如果你要申請一般帳號的話 就是使用這個LINE AT帳號 你可以只用手機 直接就可以去申請一般帳號 如果你要這個 我叫剛剛上一頁 如果你要認證帳號的話 你可以在一般帳號的手機板裡面 去申請認證 也可以直接用電腦 直接按這邊 填尺處申請認證帳號 直接用電腦 照他這個這個步驟 直接來申請 按這個註冊Business Center 進去 然後去申請認證帳號 可以在手機板申請一般帳號 然後再用手機板去申請認證 也可以直接在電腦板裡面 直接申請認證 好 那我個人是怎麼做呢 我自己先在自己的手機 先申請一般帳號 因為現在已經 現在已經改了 就是之前是限制一個帳號 一個LINE的私人帳號 可以申請四個LINE AT帳號 那現在改成可以申請十個 十個 所以我一般都是在手機裡面 先申請一般帳號 然後呢 如果你覺得那一個一般帳號 你想去改成認證帳號的話 在手機裡面去按 申請認證帳號就可以了 當然會不會過 我就是由LINE官方來審核 然後根據你提交資料去做審核 ok好 那這一節呢 我們主要就是講這個LINE AT的一些觀念 如果還有一些購買的一些方案的區隔 如果你還沒有開始的朋友 還沒有開始使用LINE AT的朋友呢 你在這個網站 at.line.me 斜線tw 這邊你就可以到他們的官網 到他們的官網來 然後這邊有個方案介紹 可以去看一下我剛剛講的這一頁 或者是直接按申請認證帳號 假設你不要申請認證帳號的話 你可以先跟我一樣 在方案介紹裡面先用這個手機 先用手機 掃蠻一下他的QR Code 然後下載一下LINE AT的APP 然後開始去申請一般帳號就可以了 我們這節就講到這邊 拜拜